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今天是民国113年的3月6号 我想说今天跟各位谈谈四个海 正好这个谈的主题都跟海洋有关了 正好四个海 今天主要的主题 我们最多的时间会花在菲律宾的驻美大使 他在上个月2月月底说 南海比台海还危险 当然这个是他讲话的意思 但其实确实你把它浓缩起来就可以是这样子 他在美国华盛顿说南海比台海还危险 那到底谁比较危险 我当然希望都不危险 可是我们从最近的迹象看起来 南海它的这种低强度的紧张一直都在 台海呢 整体来讲除了中共它的解放军军机军舰 动不动的就绕着台湾或者是在中线的左右来来去去之外呢 在2月12号的时候又发生了在金门跟厦门的附近啊 的这个中国大陆所谓的三无渔船的这个翻覆事件 那这个目前引起的紧张 我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已经关切到了 那这个紧张会不会扩散 外移到台海的整个比较大的格局里面呢 目前看起来希望是不会啊 希望是不会 可是确实台海本来就已经相对比较紧张的时候 再加上金门厦门 这中间的这些 不管是船只碰撞或者是撞翻的这些的这些故事啊 我觉得这个台海确实在最近大家也给予更多的关注 那么菲律宾的驻美大使说 南海呢 不管怎么样比台海要更紧张 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呢 我们会先多花点时间来聊一聊 然后再来下一个主题我跟大家谈的 除了南海台海之外啊 就是印度洋 印度洋当然以印度为主啊 但是呢这一次主角或许不是印度了 我要谈的是马尔蒂夫 是一个我想去但是都没有去过的地方 因为去过的人大概都是以观光旅游为主啊 那我们这些常常出国都是为了参加这些国际会议 讨论一些很严肃的事情 最常去的都还是这些比较大的国家 然后他们的首都 这是比较多的 所以马尔蒂夫我没有去过 可是呢马尔蒂夫在最近这几个月 也动不动就上了国际新闻的重要版面 主要是因为马尔蒂夫跟印度的关系搞砸了 而且呢中国大陆当局就趁虚而入 跟马尔蒂夫也签订了全面战略伙伴协定 那这个故事到底是怎么来的 尤其是这个最近印度他已经把在马尔蒂夫的 他准备要把在马尔蒂夫的军队啊全部撤回去了 听起来好像很严重 但是等一下我们再跟这个在一起聊聊看看 看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到底撤了什么样的军队 所以南海台海之外 我们谈的是印度洋 马尔蒂夫跟印度的关系 那最后应该还有点时间呢 我们来看一看中华民国的邦交国叫海地 所以他当然是在这个加勒比海地区啦 但是他正好名字我们翻译过来有个海地 所以呢海地的最近又暴乱 我讲这个又其实应该又又又又又又 不知道多少次了啦 但是海地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 那他又是我们中华民国目前仅存的12个邦交国里面 人口算是蛮多的 那他到底为什么命运多传 动不动就暴乱 甚至呢发生政变 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也会很快的聊一下 好那第一个我们来看一看呢 就是南海的问题哦 菲律宾的驻美大使一直强调南海是紧张的 危险的 他说 特别是中国大陆最近加大了对南海的动作 所以呢这个局势会更难的预测 而且他说因为中国大陆的海域覆盖的范围很大 他派来的这个船只又多 所以呢很容易发生事故 他对美国人他对美国的媒体这样讲 他讲完之后呢 他说 所以啊 南海才是可能的引爆点 南海才是可能的引爆点 不是台湾 然后呢他也说 如果在我们这边 也就是在菲律宾主张的 这个南海的一个范围 他说如果在我们这边发生任何事情的话 那就是另外一场战争 而且是世界大战的开始 所以菲律宾的驻美大使呢 他把话讲得很白 他说这个南海最好 其实意思就是说南海最好不要发生战争 因为发生战争呢 就是世界大战的开始 说实在啊 如果旧法论法的话 他的说法还不是不可能 为什么呢 因为各位应该知道 菲律宾曾经是美国的殖民地 而且是美国在亚洲唯一的一个殖民地 菲律宾在独立之后 还是跟美国维持了非常紧密的 在各个层面的关系 包括了 菲律宾跟美国之间的共同防御协定 共同防御条约 这其实也是我们中华民国过去跟美国曾经有的 在1954年我们也签了这个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当然断交之后 什么都没有了 那菲律宾跟美国一样有着共同防御条约 他还有这个双方的部队互访协定 部队访问协定 这些其实都是把军事的行动 把它法制化 条纹化 特别是共同防御 任何国家如果攻击了菲律宾 就视同攻击了美国 美国也在条约里面呢 他会承诺 会出兵协助菲律宾抵抗外来的侵略 这就是为什么 菲律宾的驻美大使 他对 其实他不只对西方媒体 主要是对这个 日经 对日经说 这个如果发生战争 真的就会是一场世界大战 因为 在南海 他的菲律宾现在假设就是 中国大陆 最可能 挑起南海的 这些武装的冲突 如果他是针对菲律宾的话 美国因为共同防御条约的规定 美国必须要介入 而且是军事的介入 保护菲律宾 那这时候呢 菲律宾的驻美大使就说 那当然啊 很有可能 这个美国一卷进来之后 整个局势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我们当然必须要设想 这个美国的军事介入 它是会百分之百 无保留的介入 还是它是有限度的介入 这个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 但是确实就是 根据法律条文来讲 菲律宾如果跟中国大陆在南海 特别是菲律宾自己主张的那一块 发生冲突的话 那么这个美国跟中国大陆的 直接武装的对抗 似乎是不可避免 这也就是为什么菲律宾的驻美大使呢 他虽然说讲了这些话 他还是后面赶快再补充一下 他说但是我们的政府 也就是马尼拉的政府 还是必须很谨慎 因为呢 马尼拉不想看到 美国跟中国大陆发生冲突的状况 他没有点明美国跟中国发生冲突 他只是说 马尼拉不希望在这个区域发生了战争 所以呢 马尼拉必须要常常沟通 而且呢 必须说这些共同防御条约的情况 最好不要轻易的出现 所以我才讲说旧法论法 其实南海 他虽然说菲律宾的整个国防实力 跟中国大陆相差的 几乎是判若云尼啊 这个相差的天南地北的这个差距 可是因为有这共同防御条约 所以菲律宾 他还是有恃无恐的 在南海呢 加强他的这些 包括一些岛礁上的军事建构 还有包括在 这些南海的一些法理的主张 还有甚至包括最近 也跟美国进行了这个海上的联合 军事的巡逻等等 那这些事情 不是最近啊 其实大概从去年的中间开始啊 菲律宾跟中国大陆在南海的问题 就变得相对开始紧张起来了 大家其实也很好奇啊 明明在去年的一月 全世界 在中国大陆疫情逐渐解封之后 第一个访问中国大陆 就是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世 那小马可世第一个访问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也热情的接待 也跟他签了不少的这些商业啊 投资啊 还有这个科研等等相关的这些协定或是备忘录 这个数量非常之庞大 但是回去大概半年左右之后 南海 菲律宾跟中国大陆之间就发生了这些天翻地覆的变化 其中一个原因当然包括了像在南海的这个 应该讲说叫仁爱礁 在仁爱礁 它是一个基本上是在水下的环礁 那仁爱礁呢 菲律宾在1990年代的时候 拖了一艘已经差不多要报废的船 拖到那边 然后就把它丢在那说 不好意思 船坏掉了 只能把它留在那里 当然这个船坏掉没有 真的 当时可能没有坏 现在从90年代翻到现在已经这么久了 大概也真的坏了 那菲律宾的船呢 很多人也都指出了 不是正好坏掉的 而是就是故意把它拖到那边 拖到仁爱环礁这边 然后就放在那边 为什么呢 因为菲律宾等于就是技术性的 派了他的船舰 等于是占领了仁爱环礁 仁爱环礁都在水下了 但是这也算是某种技术性的占领吧 而且菲律宾不只是把船丢在那边 他还派了 通常都有十几个人吧 在那边船上 就等于就住在船上 那这个动作很明显 那中国大陆后来因为这个 渔船的一些纠纷 然后再加上呢 中国大陆发现好像菲律宾跟美国 也越走越近 在南海有时候就掉掉 这个不像小马可是当时去北京的时候 那么的软 所以中国大陆也升高了 在仁爱环礁附近的一些 这种所谓以海巡或海警等等 这些力量的展现 其中包括各位一定都看过的 这个海巡大家比赛喷水柱 那另外呢 还有些像去年的新闻 说这个中共的这个执法人员 拿很强力的雷射枪或雷射笔 去照菲律宾的船只 让菲律宾的船员 什么眼睛暂时失明等等的 更不用讲说 有些可能会 这个中国大陆的执法单位的船只 他会进行一个技术性的拦截 不让菲律宾的船只 经过某些水域 所以呢 这事情就越演越烈 越演越烈 那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 升级之后 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是 曾经在去年的十月 在旧金山的APEC 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的会议上面 他遇到了中共的领导人习近平 小马可是呢 他后来对媒体说 他当面跟习近平说 希望可以讨论一下 双方如何管理南海的紧张局势 也就小马可是 他说我主动出击了 我找到习近平 我跟他讲说 我们可不可以谈一谈 南海现在越来越紧张 对我们都不好 我们可不可以讨论讨论 那小马可是呢 他跟媒体继续转述是说 习近平什么话都没说 听了之后什么话都没说 他只说一句就说 我们让我们的国防 还有外交官员来讨论这件事 然后就结束了 所以习近平其实 不想跟小马可是 在这些国际场合 谈南海的问题 所以他就说 我们的国防跟外交官员 他们来处理就好了 所以小马可是也觉得 蛮沮丧的 觉得说有这样子的机会 但是中国大陆不接球 那事情呢 只能够 可能这样子 越来越糟糕 那菲律宾 在外交上 试图跟北京对话 但是北京说 让我们的 这个下面的官员 来处理就好了 我们两边领导人 先不要来 触及这件事 在因为这样子呢 所以双方的 这个最高层的管道 不畅通 那下面的这些官员呢 在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面 就有越来越多的 这些恩怨情仇发生了 譬如说 在菲律宾 他不只是跟美国 进行了这个联合的军事巡逻 而且菲律宾还放话说 我们以后的这个巡逻 可能会有更多的国家参加 菲律宾国防部长 也很好玩 他在上个月 就一 二月的时候 他接受了这个 外媒的访问 这国防部长还点名啊 他点名说 这个除了美国之外啊 现在看起来 日本 英国 法国 加拿大 纽西兰 都可能会参加 我们这个联合的海上巡逻 那当然对北京来讲 你就是要把南海问题 进一步的国际化 那是可忍 孰不可忍 所以北京在这个双方争议的海域呢 进行了更多的 这个 当然一般讲叫做灰色地带的行动 灰色地带行动 其实主要就是说 它不是军事的行动 但是呢 它又具有强制力 讲的最白的就是海巡署 海巡的力量 它不是军队 但是呢 它又有一些执法 还有强制力 那它就在这个 看起来有点像是 武装的行动 但是它又不是军事的行动 在这个中间这些 模糊的游走 所以外国人把它叫成灰色地带 那菲律宾这样的表示之后呢 这个中国大陆 更多的这些行动啊 在双方的争议海域发生了 而且还包括了像 譬如说今年的年初 开年以来 中国大陆认为说 你那个放在仁爱还交的那一艘破船啊 本来我是基于人道主义 让你就定期的给这些船上的人 送些水啊 食物啊 这些生活的补给 但是最好你赶快把它拖走 因为这样子 中国大陆认为是侵犯了 它的领海的主权 那最近关系更糟之后啊 所以从今年开年以来 中国大陆他认为说 菲律宾他把这个放在仁爱还交的 这个船的这个补给啊 他说你已经不是在补给这些 日常生活所需了 你在送这些 加强 船体结构的这些材料 中国大陆觉得说 你这样子已经太超过了 太过分了 所以中国大陆当局呢 也开始常常对于要往仁爱还交 甚至看起来像是运捕的这些船只 有时候发射水炮 让他们不能接近仁爱还交 甚至根据菲律宾的指控 还有中国大陆海警船去冲撞 或者是用这个扶索啊 用这个绳索去拦截菲律宾的船 让他不能靠近仁爱还交 这事情就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发生 那菲律宾是不是想这样做呢 呃 说实在菲律宾当然希望在仁爱还交 他那艘船可以继续啊 那中国大陆 呃 外界一直有些说法说 中国大陆会不会哪一天啊 透过这样子呃 突袭的行动 直接让这个船就解体 当然这个可能性 我不敢讲一点都没有 但是这确实 等于是对菲律宾的船只 进行了破坏式的行动 那这个在双方的紧张来讲 一定又会进一步的升级 那这个算不算是 因为船上很多是菲律宾的军人啊 所以算不算是对菲律宾的攻击 那这个就会变成一个 大家可以有很多无限想象的空间 那菲律宾呢 他也在这个最近啊 继续在规划他的年度 大型的军事演习 他叫做巴利康兰 叫做肩并肩 巴利康兰 这个是菲律宾的这个画 菲律宾画的 这肩并肩就靠在一起了 那肩并肩过去主要是跟美国合作 然后他都是在菲律宾的本土 进行这些相关的军事的演练 但今年菲律宾说 可能会移到菲律宾的北部 还有西部 甚至可能会在菲律宾的巴丹岛 那巴丹岛各位还记得的话 那时候其实包括广大新案的时候 巴丹岛其实就是一个 台湾跟菲律宾之间一个 比较高强度争议的水域 那巴丹岛就靠近台湾了 而且他就在 等于是在巴士海峡跟南海 这一块领域了 肩并肩的演习有什么含义 对中共有什么刺激 我们在广告之后 回来继续再聊一聊 今天我们主要要谈的是 菲律宾驻美大使说 南海比台海更危险 在菲律宾跟中国大陆南海的紧张不断 然后呢这个台海 本来就已经有解放军来来去去了 现在再加上在金门厦门附近 的这些中国大陆三无越界船只翻覆的事件 那到底台海跟南海哪一个比较危险 我们刚刚在广告之前谈说 这个菲律宾当然它的整个国力 绝对挤不上中国大陆 差得非常非常的远 但是菲律宾因为有菲律宾跟美国的共同防御条约 所以一旦南海如果发生了武装的冲突的话 是可以援引这一个共同防御条约 美国因此而介入的 所以菲律宾他的驻美大使这样讲 意思大概就是说 只要在南海发生了比较大型的冲突 那很可能最后看到就是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武装冲突了 那我们刚刚也提到 就是说菲律宾 他这个不只是在一些行动上面 包括导礁的扩建 还有在这些法理的伸张上没有停过 而且他在年度的演习 这个巴黎康旦 肩并肩的这个演习 他也可能会把地点放到 离台湾最近的巴丹岛 还有呢 在菲律宾的比较偏 这个西部的巴拉旺 菲律宾西边的这个群岛 这个巴拉旺群岛的神 其实他们说都有可能 换句话说 你这个肩并肩的演习 他变成在海上 而且是在很争议的南海地区 那这个演习在去年呢 总共有一万七千多人参加 所以算是大型的演习 是菲律宾跟美国为主的 他还会邀请一些 这个友邦的观察员一起去 那今年当然这个 他们宣布的演习的主题 主要是在资讯站 网路安全等等的 但是这只是主题嘛 一定还会有一些军事方面的 这些 共同的演训 或者是协调合作的练习等等的 那中国大陆 对这些事情 本来就已经 每次都觉得你就是拉外力 进入到南海地区 就菲律宾都拉着外力 也就是美国进入到南海地区 而且菲律宾呢 还在前一阵子 这个大概不到半个月之前 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克 是到澳洲去访问 他跟澳洲的总理呢 这个签署了 加强海上合作的协议 而且呢 澳洲把菲律宾称为 叫做战略伙伴 战略伙伴 所以这样看起来 就是澳洲好像也 追着美国的脚步 会在这些海上的安全合作上面 跟菲律宾有更多的互动 那中国大陆其实 对这些事情啊 他当然了然于凶 所以很可能啦 很可能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就在3月5号的时候 菲律宾呢 他又说 中国大陆的海警 在海上 又阻拦了菲律宾的 这些后勤补给的 这个动线 而且因为这样子 中国大陆的海警 进行了危险动作 造成双方船只的撞击 或者叫碰撞 而且从这个公布的图像 看起来 中共的海警的船只呢 一直用很大型的水柱 喷菲律宾的这些补给舰 那菲律宾宣称说 因为这些强力的水柱 造成了四人受伤 这个是到目前为止 最新的一个发展 所以当然这个喷水柱 就是我刚刚在前面一节 讲的所谓的灰色地带 就是它不是一个军事行动 但是它并不是没有一些强制力 甚至一些伤害力 那到底南海会不会变得最危险呢 这个目前看起来 菲律宾跟中国大陆斗虽斗 但是他们确实还没有动用到 自己的传统的军事武力 那只要不走到这一步 看起来南海目前的状况 并不会再持续的快速恶化 但是也好不起来 那另外我们也要注意到 这个菲律宾跟中国大陆 明的在南海 双方有争议的水域 斗来斗去的 但是其实还有一个国家 默默的在南海 继续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也就是越南 越南跟中国大陆 最近这几年的关系 其实维持的是蛮好的 但是越南呢 他不公开的挑战 中国大陆在这个南海的 这些灰色地带的这些 这个强制 强制力的部署 他不挑战 他不挑战 他却在南海默默的 进行了一些 他所占领的岛礁上面的 包括一些防御公司的维护 或者一些相关建筑的拓建 甚至呢 填海造陆 听说还在继续 可是大家可能会觉得 我好像都没有听到 越南跟中国大陆 最近在南海有什么 比较明显的冲突 这就是有些菲律宾的分析家 讲的说 哎呀 我们的总统啊 就是太高调了 结果现在整个箭头 整个压力 都对着菲律宾来 反而越南 就默默的 做他自己的事情 北京也不是不知道 但是呢 北京现在看起来 就是透过外交的管道 持续跟越南去沟通 但是呢 北京不会对越南 这样子的 强力的压制 所以这个是菲律宾 他们自己内部也在讨论啊 我们这样做到底 对不对 这个枪打出头鸟 菲律宾是不是就是 那一个出头的鸟 那越南就躲在下面 做自己 在南海本来就要做的事情 好 好 那讲到这里啊 当然我也必须要转到台海啊 因为台海确实相对 现在状况 小小的紧张一点点 不过在转到台海之前 我还是必须要呼吁一下 我们的政府 既然我们讲说 南海的这些岛礁 沙洲 都是属于中华民国的 这些疆域 然后我们有他的主权 还有主权相关而来的 这些权力 那么我们是不是 还是必须要在适当的时机 针对这些外国 或者中国大陆当局 他们在南海 这些侵犯到中华民国 在南海主权的动作 要提出我们的说法 不是只是在网路贴篇文章 说这个声明 这样就没事了 我觉得偶尔还是必须要有一些 比较进一步的 这个言辞或者是文字的 这些表述 不然的话 人家说 你不是主张南海的 这个一些相关的岛礁 杀州的主权 还有他相关的这些国际法的权力吗 你怎么都不讲话 不是每天都要讲 但是我觉得该讲的时候 可能还是必须要 适度的表示意见 因为这事关到 维护中华民国的主权 还有他因此衍生出来的国家安全 还有他衍生出来的这些经济的这些 甚至科学研究相关的权力的保护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那另外呢 在台海这边呢 台海最近金门跟厦门之间 这个中国大陆的三无船只的翻覆案 这个细节我想我就不提了 因为大家这个关心的话 应该已经听了很多了 那他是从2月14号 在金门的东侧的禁止水域翻覆了 当然他有没有被撞 中国大陆这边主张是有 而且他把它叫成214事件 但是台湾这边呢 海巡署的说法 只能说从没有撞 然后到说这个对方 从没有撞 对方是自己翻覆 然后慢慢的又讲成说 在高速的追逐的时候呢 曾经发生多次的接触 后来也有人说 就台湾那方面的这个官方啊 也有人说撞船 但是最后海巡署就说 没有撞船 所以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事件 因为台湾这边说 没有录音录影 所以这个现在变成 公说公有礼 婆说婆有礼 那中国大陆因为这样子呢 所以他把过去 在金门厦门之间 有一条这个默契之线 也就是这个中国大陆的 不管是他的公务船只 军舰 甚至中国大陆 当时也要求他的渔船 你不要进入到 这一条线之内 那这条线是1990年代的时候 由台湾方面片面划设的 基本上呢 他是围绕在金门的周边 让中共的船只 不至于过分的接近金门 不管是金门或小金门 或他的这些附属的这些 小的这些岛屿 让金门的安全 相对得到一些保障 那在台湾片面宣布的时候 其实中国大陆那边 也就在过去了 等于是两岸一个默契 中国大陆就认了 我刚刚说过 他也希望中国大陆的 这个渔船 也不要进入这个线 可是在所谓的214 不管叫撞船 或者是两岸船只接触事件之后呢 现在这条默契之线不见了 我们看到的就是 中国大陆的海警船 甚至它的一些渔船 它就很明显的就进入到过去 这个禁制限制的水域 那这个对两岸关系 当然会有一些加油 天才火的作用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回来之后 我们再很快再谈一谈 台海最近紧不紧张 我们刚在广告前面谈到台海 因为惊吓的这个渔船的事件 导致进一步的紧张 而且不只是这个 我们过去在金门有一条 这个默契之线 中国大陆就不再遵循默契 他把它当成不存在了 而且呢 在这个我们最近才知道的消息 是海巡署 在台湾方面海巡署公布说 在2月下旬的时候 发现中共的海警船 海警船 它出现在了台湾的东部外海 那这海警船呢 有三艘 它基本上是在 这个台湾方面 画的这个领海基线之外 那这三艘啊 海警船都还不小 都在3500吨 到接近4000吨之间 3500到4000左右 那台湾这边呢 后来也派了海巡署的南投舰 前往监控 可是南投舰啊 它的盾位大概700吨 也就大陆有三艘 3000多吨 接近4000吨的 它的海警船过来 海巡署来了一艘 南投舰700吨 所以海巡的这些官兵 其实真的还蛮辛苦的 因为对方的盾位啊 船只数等等 其实优势是比 这个台湾方面是很明显的 那因为对方三艘 真的还蛮大的哦 所以呢 其实 包括中华民国海军 也派了一艘 宁阳舰 90年代左右的这个船舰 宁阳舰也到附近 展开监控 也就是 其实除了这个海事巡逻的单位之外 在台湾这边 海军也出动了一艘宁阳舰 不过这宁阳舰呢 它的盾位差不多在3000吨 我现在有点记不太清楚 大概3000吨左右 其实大小跟 中国大陆派来的这个海警船 没有优势 不要讲武器系统啊 因为军舰武器系统一定比 海警船的应该要好一点 但是呢 这个中国大陆是 3500到4000吨左右的 这些海警船 那台湾只好把海军赶快搬出来了 这个其实 就是擦枪走火的一个可能点 那他们到了台湾东部之后呢 据说了 海巡署说疑似 闪避海面的渔网 结果往台湾方面靠近 就往台湾的东部靠近 进入了24海里的限制水域 也就是说他们 也就是说他们本来是在2526海里之外 来来去去 结果呢 突然一下给你擦边球切了进来 那是不是闪避渔网 我们真的不知道 那进来之后呢 当然台湾方面船只就更加的靠近 然后广播驱离 那大陆的三艘船进来一下下之后 见到台湾这边的广播区里 大陆也就离开了24海里之外 又回到了2526海里左右 那这个其实就是很少见的 台湾的官方证明了说 中国大陆的船只真的进入到 离台湾24海里的水域之内了 台海确实相对的紧张了 那民进党呢 有立委认为说 美国的海岸巡防队啊 曾经跟吉里巴斯 共同巡逻 他们这个吉里巴斯的专属经济区 也就在24海里之外了 很远的地方 民进党的立委说 美国也可以跟台湾一起合作互娱啊 也可以凸显主权啊 那我们有这个 过去曾经在海军担任舰长的 吕礼师 吕舰长啊 他直接也讲了 他说这个台美合作互娱 这个其实很危险耶 因为第一个 美国愿不愿意来 再来就是 如果到了金门马祖的附近的话 其实他根本就是在 中国大陆公布的领海基线之内 因为金门马祖跟中国大陆沿海太接近了 所以如果台美联合呼吁的话 不是美国的这些海岸巡防 海岸防卫队的船只 还要开到中国大陆的领海之内吗 美国愿意吗 所以这个立委有他的言论免责权啊 但是我觉得立委应该也有他这个 这个让社会知道 真相还有道理的这个责任啊 像这些 除非美国准备跟中国大陆硬干一场 不然的话是不可能发生的 所以这个是在 台海比较紧张的一些小状况啊 那至于菲律宾驻美国大使讲 南海比台海紧张 到底可不可能呢 我前面一直讲说 因为有美非共同防御条约 所以如果发生战争 或者是比较高强度的冲突 确实美国根据条约必须要参战 那台湾呢 如果台海真的发生了比较紧张的状况 或者战争 美国会不会加入呢 答案是不知道 因为美国会不会加入 并没有法律的规定 它是美国一些口头的说法 而且美国如果要加入 它是一样是请全力 阻挡中共解放军 还是说 它只是在这个状况之下呢 适度的展现兵力 甚至有人说 美国一来一定先撤侨的啊 当然这也是美国军队的一个重要的工作 所以谁比较危险 我当然还是说 两边都最好不要危险 但是如果以目前的状况来看 以旧法论法的话 当然菲律宾跟中国大陆发生了 这些军事冲突的话 这个看起来的后果相对是更危险的 因为美国他必须要加入 好 那最后很快的谈一下这个 印度洋的马尔蒂夫好了 马尔蒂夫总统去年11月换人了 穆伊组这个总统呢 他在选举的时候就提出了说 印度离开或印度退出 叫做India Out的这个政见 他当选之后呢 也一直跟北京抛媚眼 因为他要印度离开嘛 那马尔蒂夫这个国家呢 它是1965年独立的 面积啊 298平方公里 但他的这个水域包含 里面有97%是海水 它是非常小的一个岛国 人口有50多万 其实人均的GDP还不错 大概有2万多 接近差不多3万美元 因为观光嘛 这些收益还不错 那这个穆伊组呢 他其实一直希望 印度住在马尔蒂夫的军队撤出 那其实印度在马尔蒂夫 也只有几十名军队 负责一些基本的 这个安全的维护 还有呢 其实很多时候是 马尔蒂夫的病患 需要送到印度 或是到哪里去治疗的时候 这些 这些这个飞行的 这些行动 都由印度来执行 但是呢 这个不只是 马尔蒂夫的总统 意识形态上 对印度不友善 而且呢 在今年1月的时候 这个总之啦 印度的总理穆迪去 印度的最南端的 这个群岛 推广 推广观光 结果马尔蒂夫官员就在说 这个印度啊 这个是在 跟马尔蒂夫在抢观光财 还批评了莫迪 当然后来这些官员的 这个评论已经自己又删除了 但是印度呢 这个很多的旅游平台就暂停了 到马尔蒂夫的旅游 班机也停了 所以呢 马尔蒂夫的政府也觉得很不高兴 那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马尔蒂夫跟中国大陆 签了一个军事援助的协议 让印度离开 印度离开 然后呢 这个差不多快90名的印度军人 会在5月10号之前全部撤离 换成中国大陆的 至于后送的 这些飞行由斯里兰卡负责 这就是他们关系变坏的一个状况 好 今天时间因为不太够了 节目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黄桂博 再见